叶晨并没有动怒,或者说叶晨忍了,他暗自点头,任何人的傲都是有限度的。 叶晨虽然无比地狂傲,但面对天人玉储家之人,收敛了也是人之常情。 可就在这时,一股无比浓烈的杀意骤然自叶晨体内爆发而出,他面色森然的。 因为你们可以滚或者死。 贵布隆猜得没错,叶晨是一个不容底线遭受触碰之人,而他的女人,他的朋友,他所关心的人等等就是他的底线所在。 楚杰三人文言都是瞳孔一缩,面现震撼之色,完全没有想到叶晨竟然真的敢反抗他们,不仅是反抗了,甚至还动了杀意。 可很快,三人便是笑了,无比残忍地笑了。 楚杰讥讽地道,这小子对我们动杀意了,既然如此,我们教训教训他,也不算过分吧。 楚杰,楚杰,楚之,他不是不想跟我们走吗?那就将他的四肢打断,强行带走吧。 说着,他一仰手,放出了一艘通体闪烁着金灰的非洲,似乎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楚之,楚夜在楚家实力一般,但也不是这种杨真玉废物比得了的,更何况,为了保险起见,他让两人一起出手。 如此一来便是立于不败之地。 楚之二人闻言,面容瞬间猙獰了起来,楚之舔了舔嘴唇,面线嗜血之色道。 小废物,真以为自己在这乡下地方称霸了,就无敌了。 现在,我们就让你体会一下,天人欲无者的强大。 话音一落,楚之与楚夜的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两道无比恐怖的法则波动降临在这贵府之中。 一瞬间,仿佛是那执掌天道的恐怖神明现身世间,两人的周身,笼罩着澎湃至极的法则之力,出现在了叶辰的身前。 看着眼前连动都没有动一下的叶辰,楚之楚夜眼中的轻蔑之色愈发的浓郁。 他们似乎已经看到叶辰被打断手脚的一幕。 下一刻,楚之与楚夜的手便朝着叶辰的四肢抓去,这一抓之中凝聚着极为强大的波动,整个百荒之山似乎都开始颤抖了。 两人眼中的光芒愈发嗜血了起来,胜券在握,这小子果然是须有其名。 根本对我等的攻击连反应都做不出来的,这等废物怎能让他如此轻易地加入楚家? 楚觉也是冷笑一声,脚步一脉,就要直接登上非洲。 可就在这一刹那,时间仿佛静止了。 楚家三人的面色同时一变,为什么? 因为此刻一股极其惊悚的魂力波动,瞬间笼罩了整座百荒之山。 百荒之山中的无数妖族都是面色惨白,死死地抱着头,光是这一缕波动就令他们的大脑胀痛得几乎要爆裂了。 叶辰连看都没有看正对自己出手的楚之楚一二人,只是淡淡地吐出了一个字,滚! 下一刻,两声惨叫,同时爆发而出。 叶辰实力暴涨之后,施展魂体转化,如今的魂力已经足以秒杀一切还真境的存在,即便是在被压制的状态。 伴随着惨叫,楚之和楚夜的攻击瞬间崩溃,蹊跷之中鲜血狂涌,疯狂地倒退而出。 他们抱着头,无比痛苦,在地上不断地翻滚着,看起来凄惨无比。 他们之所以没有死,不过是因为叶辰留守罢了。 贵仆龙与楚觉都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前一刻还无比神勇,如若志强般的两人,现在却像是死狗一样悲惨地在地上打滚,而且看起来好像比死还痛苦。 楚觉从两人身上移开了目光,面色极为难看地盯着叶辰,嘶吼道。 小子,你真敢对我楚家人出手。 好,很好,今天本公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红龙一声,狂风翻涌,天地变色。 楚觉那还真静的气息彻底爆发。 光是这气息便掀起了一场恐怖的风暴,一时间,白荒之山仿佛迎来了末日。 虽然此刻楚觉的实力受到了法则压制,但依然极为惊悚。 一旁的贵巫龙不断祭出种种防御法器,才勉强抵挡住了这道威压,整个人都在不断地颤抖,恐惧着。 在这威压之中,她的神魂都要融化了。 叶辰见状却是神色淡漠,她冷笑一声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同意,可你还不配。 此言一出,彻底激怒了楚觉。 她眼中怒火狂勇鲜红一片,浑身的青筋都要爆裂了。 楚觉是楚家公子,即便在天人玉之中也是颇有地位的存在。 而且,她秀武天赋极高,从小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般的存在。 就连天人玉的不少家族子弟都不敢对她不敬。 可现在,一个杨真玉没有背景的废物,却敢说她楚觉不配。 以她的骄傲,如何能够忍受? 下一刻,楚觉手腕一翻,一柄通体缭绕着紫色雷光的长剑便出现在手中。 这长剑之上的雷霆气息极为浓郁,并且剑气与这雷霆无比的契合, 简直要交融一体了。 楚觉神色无比霸道地狂吼道, 老子这一剑,就让你知道我配不配。 一只杨真玉的井底之蛙罢了,也敢在我面前装。 你的弹燃只是因为你的无知,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么强大。 话音一落,楚觉便是一剑打出力喝道, 紫雷绝剑! 九道奔雷骤然自那长剑之上腾起, 裹挟着蔑氏之威朝着夜尘击斩而去。 贵仆龙的心脏感觉都要碎裂了,眼瞳狂颤, 这九雷一剑施展而出,竟是引动了天象。 原本万里无云的情况,瞬间电闪雷鸣, 仿佛天上的雷电也在对其行礼一般。 一时间,他的神经疯狂紧绷了起来, 虽然夜尘很强很逆天, 但想要接下这么恐怖一剑,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刻,他的衣衫已经彻底被冷汗打湿了。 夜尘看着那九道雷霆意识目光闪动, 这一剑确实极为惊艳, 而且,楚绝在所修炼的雷霆之道上意识造诣极高, 天人欲的武道果然不简单呢。 虽然楚绝的实力被压制在了还真镜三层天左右, 但这一剑极其恐怖。 楚绝阴寒的一笑, 实际上,这种战斗对他是有利的。 他被压制的实力并不多, 夜尘凝视着那轰来的雷光,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但他并没有拿出煞剑。 原因很简单, 楚绝还没有资格让他出剑。 而且夜尘在圣玄道宫收获颇大, 正好以肉身战斗巩固自己所学, 下一刻浑身肌肉一阵怂动, 他低贺一声, 双拳连出, 朝着那九道雷霆打去。 贵不龙见状面色狂变, 简直要发疯了。 夜尘这是在干什么? 发神经也没有这么发的, 用双手硬扛雷电吗? 雷道已破坏著称, 威力最为刚猛。 夜尘如此鲁莽, 双手都有可能直接被轰碎呀。 而楚绝则是面线喜色, 已经看到了结局, 刹那间夜尘连出九拳目光凛冽。 将在观看圣玄祖师打炎之时得到的 关于力量, 关于控制身躯等等的领悟, 全部融入了这九拳之中。 连续九生惊天动地, 堪比和武器爆炸的巨响爆发而出。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贵仆龙与楚绝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 那九条雷龙境势在夜尘的拳头下 如同泥鳅一般, 生生碾成粉碎。 可这是泥鳅吗? 这可是九道无比强大的雷霆剑光啊。 不仅如此, 这九拳更是直接轰出了九个寂灭空间, 一时间两人都是心神动摇, 他们不知道眼前这名青年 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就连夜尘自己都是有些震撼了, 他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双拳, 面上浮现了一抹狂喜之色。 这效果竟还在他的预料之上, 只能说, 圣玄祖师在肉身一道上的成就太逆天, 恐怕对于太圣天摩体有着很大帮助。 下一刻, 他脚步一动, 一股距离狂涌而出, 大地之上出现了珠网般的裂痕, 夜尘身形一个闪动, 便出现在楚绝身前。 楚绝面色一变, 眼中浮现了一抹狠意道, 不可能, 在这当低界域, 你我之间, 绝不可能有太大的差距。 夜尘是如何瞬间泯灭他的九道雷霆见光的, 想必一定是这小子用了什么诡异的手段做到的, 并非真实实力。 一阵雷鸣爆发, 楚绝的周身瞬间雷光缭绕, 宛若蔑视雷神一般, 他狂吼一声, 便又是一剑朝着夜尘斩去。 面对这一剑, 夜尘不闪不闭, 反而闭上了双眼。 他将全部注意力放在了自己的身躯之上, 回忆着圣玄祖师对身体近乎完美的控制。 那种将控制力融入到几乎每一个细胞之中的精准, 楚绝现状眼中闪过了一道喜色, 这是被他猜中了。 夜尘已经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那雷霆一剑将周身的空间不断泯灭着, 瞬间, 斩到了夜尘的胸前, 瞄准了其心脏部位。 就在这一剑几乎要刺中夜尘心脏之时, 他的双眼骤然睁开, 眼中迸发出了宛若实质的神芒, 与此同时一拳轰出, 这一拳宛若划破夜空的流星, 其光芒照亮了整个世界, 狂暴无比的距离蕴含在这一拳之中, 全出如龙掀起了无尽风暴。 整座百荒之山都似乎要在这拳风之中被掀起一般。